那么北方我们到冬至日这一天吃水饺 吃混蛋 你们是吃汤圆 记住汤圆不可以吃冰的 你们喜欢吃什么都加点冰里面 这个凉得快 这个一定按照你们的话说 叫稍稍地吃 就烧烧的火热火热的 滚烫滚烫的 到嘴里那个舌头还要 转几下子才会凉的 你吃水饺不要拿剪刀 拿刀叉给它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是什么意思 无论是汤圆 汤圆是个珠子 汤圆是个珠子 在这个珠子里面 滚圆的珠子的心里面 那就像地球是个圆的 中心冒火 所以汤圆热的时候里面是不是有火 你借那个火热你的胃火 胃火再降下去热自己的子宫火 前列现火 是不是很好啊 这是天火下来 你的再练戳几地火升上去 天地一扬升 你就接上去了 咱们新加坡人 南洋人 大部分是做生意起家的 你们最喜欢听一个字叫什么 旺 旺旺的旺 你发的目的不是为了旺吗 你不是为了家旺吗 你不是为了人旺吗 你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旺吗 家旺 国家旺 世界旺 太阳系旺 我们的 一百四十亿年宇宙旺 众生都旺起来 所以你要想接续一年的旺 你冬至日一定要干好这件事 刚才老师讲了 生发功 下腹江 一定热起来 这个搓鸡灼火 一定要炼 然后 汤圆 饺子 这个馄饨 你选一样 然后一定吃的 烧烧的 为什么要这种 里面 汤圆 包的不是馅 汤圆 包的是一堂光 饺子 包的不是馅 饺子是一阴以阳为之道 两个饺子皮 一个阴 左手为阳 右手为阴 一捏 咔 里面 馅里面藏着光 云吞 一圈一圈的捏 里面藏着光 这是冬至日 为什么要吃馄饨 为什么要吃饺子 为什么要吃这个什么 汤圆 明天大家把这个功课别忘了 不但你自己忘 你还要忘什么 全家忘 是做给家人吃 掌声一下 长记性 要发 发的目的是为了忘 是不是 这个一定要忘起来 啊 我需要发声 我需要发声